那你就觉得这边的音乐听起来怎么样 还不错吧 就有时候会让我觉得挺有购物的感觉 因为还是比较轻快的 那你给我三个词描述一下 这个牌子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怎么样 简洁 青春有活力 还有比较舒适吧 你是到这边是特地来这家店逛的吗 还是只是路过 路过但是我知道这家商场有 所以每次我都会来逛一下 那你对一个品牌的选择 有什么标准或者要求 比如说产品质量啊 服务或者店内的氛围 产品质量售后 还有就是这个牌子的风格 是不是适合我 那什么样的店的氛围 会给你最舒服的感觉 让你就更愿意花更多时间 待在这家店 是比较热闹的气氛 还是比较安静 比较安静 然后就是 店员也比较就是说 怎么说呢 比较贴心 那要有背景音乐 是没有背景音乐 当然有 有 那你喜欢是快节奏的背景音乐 还是节奏比较慢的 中速吧 中速 就是也比较快的 像在那种 就是那种很rock的那种 那如果你路过一家 你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的店 然后这家店的背景音乐 正好是你喜欢的 那你会不会因为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 进去看一下 如果风格也挺漂亮的话 我可能会进去看一下 那你觉得 那个背景音乐 在多大的程度上 引起你的共鸣 给你一到十分 你会打几分 就跟你的 就这家的背景音乐 打八分吧 八分 那你觉得这种共鸣 有没有让你变得更想买买买 没有 没有 对 我可以说一个例子吗 我觉得无印良品的音乐 让我很想买 它的那种音乐的风格 那你觉得它那种风格 是什么样子的 用形容词来表输 它其实很多都是那种folk music 而且它很多那种什么 那种 有点像爱尔兰民族音乐那些 反正就是它的那种音乐 让人非常的舒服 舒服 又是很舒缓的 慢慢的 然后让你很想 至少我今天不买 但是我会想进去逛一会儿 而且可能会呆挺久 可能跟它的那个 产品的属性有关系吧 因为它本身就是家居为主